李玉刚上海演唱会的上座率达到了七成 有的歌迷专程从加拿大赶来 也有的歌迷是刚刚看完了5月2号李玉刚在北京的演唱会 又马上追到上海继续捧场 那究竟李玉刚的演唱会什么地方这么吸引人呢 来看报道 当晚李玉刚的演出分为女儿多姜和男儿本色两个部分进行 以多媒体水墨点人舞台 在前面部分女儿多姜的演出 李玉刚以杜丽娘 鱼姬 王张军 杨贵妃等古代家人形象贯穿全篇 六档镜头极尽华美 而其中一首翻唱周杰伦的菊花台 更善观众惊艺不已 字幕志愿者 杨贵妃等古代家人形象贯穿全球 字幕志愿者 杨贵妃等古代家人形象贯穿全球 字幕志愿者 杨贵妃等古代家人形象贯穿全球 菊花台并不是李玉刚这场演出中唯一的流行元素 农妆退休后 李玉刚换上白色长袍 恢复男儿身 这一部分的演出已变成以和观众互动为主 上海滩 夜上海等歌曲也算是李玉刚送给本土观众的一份大礼 而后半段的演出同样不发精彩桥段 杨贵妃最久重的男女生转换 莫斯科郊位的晚上 可以跟维塔斯相披靡的海豚音都是李玉刚的绝技 杨贵下舞的晚上 山贵花音都是李玉边录��祠系 杨贵下舞的 艺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